本會在今年上半年通過的選霸法 包括我們執政黨的莊瑞雄委員 他都認為這裡面是有一些 好像侵害人權之餘 他自己都這麼認為 我們公開都談過的 就是未來都要申請示現的 我們公務人員的選霸法 剛剛因為陳以信委員 已經跟你討教過了 生效的時間是 是今年的6月 但是我們這個王家蓁 就台南的候選人王家蓁 他涉及的偽造文書案 法院是在什麼時候宣派緩刑 您知道嗎 確實的時間我變不清楚 沒關係是今年3月 今年3月 所以王家蓁 其實剛剛陳以信也提過了 他沒有辦法預見 他這個選擇 他的選擇 不管是選擇一顆罰刑 一顆罰刑馬上就執行完畢了 跟他選擇緩刑 會有這樣天差地別 甚至影響到他 在憲法保障的一個參政權 所以我們當然也想要了解一下 我們周選會 他如果在這個案子上面 你們會有怎麼樣的一個態度呢 你在處理上 對於他的身份 具不具備候選人資格的 能不能 謝謝委員 我想我們審查候選人的消極資格 那當然是影響非常重大的 到底候選人有沒有參與選舉的資格 這個不是說我們能夠有什麼裁量 而是完全必須要嚴格的遵守 選罰法的規定 那選罰法關於消極資格最主要規定的條文 就在26條 根據26條第9款的規定 就是你雖然所犯的罪 不是1款到6款 1款到6款以外的罪 但是已經經過法院的確 判決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確定了 那被宣告緩刑 或者還沒有執行 執行未必 這個刑刑權消滅 實效等等的情況之下 他就不具備參選的資格 所以你認為他是不具備參選資格 我只是在重複 法律的規定是 法律規定 但是我們如果看到這個法 很明顯的有違憲之餘的話 難道我們行政機關 按照我們四字的 第525號 其實我們行政機關是有 是有義務來做一些解釋 或是一個裁量不是嗎 我們選務機關是依法行政的 辦理選務 完全是要有法律的根據 有法律根據 尤其選舉是競爭非常激烈的 一個政治的活動 所以我們必須要嚴格的遵守 法律的規定 不能有任何的閃失了 主委 因為您當過法官 在這方面 你是專業的法律人 就我一個半桶水的 我都會認為說 法律上面 應該要有一個信賴保護原則的 那在這部分 當然我剛剛聽到您的確也講了說 你們12月這個15號會有委員會來做決定 要審定 要審定對不對 但是你開口閉口都是要以現行的法律的規定 依法來審定 是 但是主委 我就直接跟您來做一個行政機關 未必會馬上我們修貨法就會執行的 6月30號我們修正通過的 還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規定6月30號就要上路的 其中包括上下課或違規 鄰庭以及騎樓停車 都規定要寄點 並寄一點 但是因為計程車貨運駕駛的陳情 交通部在11月9日宣布暫緩 實施交通規規紀典 也就是說 當你們如果看到的 看到說這個 非常明顯的 這是可能侵害 我們國人的一個參政權 又違憲之餘 而且可能他現在也要申請 但是要申請釋憲 可能需要法官 我們看到王家珍 他已經在申請他的司法救濟了 我覺得 我覺得 中選會 在有這麼明確的 明確的這個 違憲的 違憲之餘的時候 你們在15日的這個委員會 應該要考慮大法官解釋的意志 要保障人權 最簡單的解鋪 違憲違法的做法 就是你們透過職權解釋法律 認定基於不溯及既往 以及信賴保護原則 凡是所有在新法 生效日前就已經宣告緩刑 仍在進行中 這 應該還是要承認他具有參選的資格 各方的意見 我們在委員會裡面都會充分的討論 都會充分討論 都會充分討論 最終 最終我們就是嚴格遵照法律的規定 但是本席剛剛也已經跟您提出來了 交通部對於我們現行剛剛修過的法律 他們覺得中間有自愛男性馬上 但是這個一定要經過法律的授權 一定要經過法律的授權 有訂定實施的日期 他已經訂定是6月30日開始 我們並沒有了 我們的選罷法並沒有這個規定 他6月30日已經在施行中 他都還可以暫緩了 那我們中選會仍然就是質疑的 就用這樣子 我不是質疑我守法 守法 但是我們法律上面 其實如果違反憲法的話 我覺得憲法應該要高於法律之上 所以在這部分 本席還是覺得非常可惜 因為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是人家還是會去 惡意的去解讀說 中選會是成為政治的工具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很努力 我想這個嚴重了 嚴重的誤會 還是請你們能夠恪守 恪守這個 法律授予你們行政裁糧也好 或者是在解釋上面的權利 那切記我們在 我們嚴格遵守法律的規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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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